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 它是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 早在公元前4000年 卡塔尔就有人类活动 这片土地上先后被迦南人、菲尼基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占据 在公元7世纪至8世纪中期 卡塔尔成为了骆驼和马匹的繁育中心 在公元8世纪 卡塔尔海岸凭借着丰富的珍珠 兴起了珍珠捕捞叶 当地的部落为了争夺有力的姆利饲养场 经常相互争斗 使整个领地纷纷和和 九世纪后 阿拉伯帝国陷入衰落 卡塔尔半岛被什叶派的分支卡尔玛特派控制 卡尔玛特灭亡后 卡塔尔等地再度退回部落统治状态 1517年 葡萄牙船队抵达卡塔尔 葡萄牙人在卡塔尔和巴林岛建立了永久性的贸易基地 此后 卡塔尔成为奥斯曼帝国 萨菲王朝和葡萄牙争夺的领地 公元1602年后 葡萄牙败给了萨菲王朝 失去了对巴林的控制 在此之后 葡萄牙人以卡塔尔为基地袭击巴林 并向穿越海湾地区的商人征税 至16世纪中叶 卡塔尔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18世纪初 来自科威特的哈利法家族入主卡塔尔 公元1783年 哈利法家族又从波斯人手里夺走了巴林 卡塔尔和巴林作为统一政权出现在阿拉伯半岛东岸 12年后 沙特家族建立的沙特第一王国 将哈利法家族逐出卡塔尔 哈利法家族的盟友奥斯曼帝国 怕沙特家族的行为在阿拉伯地区引发连锁反应 便灭亡了沙特第一王国 卡塔尔重回哈利法家族手中 18世纪初 阿勒萨尼家族从阿拉伯半岛的亚比林绿洲迁到卡塔尔 此时英国在波斯湾的实力急速膨胀 1820年 英国人凭借武力迫使波斯湾南岸的众多阿拉伯酋长签订总和平条约 其中就包括统治卡塔尔和巴林的哈利法家族 进入19世纪 卡塔尔东部海岸反对巴林人统治的呼声越发高涨 公元1867年 巴林派大军袭击了卡塔尔 巴林人的进攻违反了与英国的条约 英国随后默许卡塔尔从巴林独立出来 为了与英国进行磋商 卡塔尔人选出了德高望重的阿勒萨尼家族的萨尼本穆罕默德作为代表 哈利法家族不甘心失去卡塔尔 但衰落的奥斯曼帝国 无法给哈利法家族提供实质支持 1878年12月18日 萨尼家族将巴林王国的残存影响力逐出卡塔尔 一战爆发后 奥斯曼帝国加入由德国主导的同盟国阵营 为了削弱奥斯曼帝国 英国于1916年将卡塔尔变为保护国 一战结束后 在英国支持下沙特家族建立的内制王国与哈西姆家族的汉制王国合并 成立了沙特阿拉伯 沙特之后要求将卡塔尔纳入版图 但在英国的介入下作罢 1939年 卡塔尔首次钻探到石油 但勘探活动在二战期间被迫终止 随着石油的发现 中东变得越来越重要 1956年 埃及从英国手中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 这进一步削弱了英国对波斯湾的控制 11年后发生第三次中东战争 埃及再次封锁了苏伊士运河 英国的出口经济因此大受影响 为了鼓励出口 英国政府被迫将英镑贬值 但这也致使英国政府支出飙升 英国无力承担波斯湾的驻军费用 被迫宣布在1971年底前撤出波斯湾 为了防止沙特独占波斯湾 英国决定撮合九个酋长国组成联邦 以抵消沙特的威胁 因为历史纠葛和对权力分配的不满 巴林和卡塔尔选择在1971年独立建国 余下七个酋长国组成了阿联酋 在卡塔尔独立过程中 王储哈利法充当了重要角色 1972年 哈利法通过政变 从堂兄手中夺取了权力 在哈利法统治期间 卡塔尔发现世界上最大的油气田 当时海湾国家政府 因为苦于天然气的运输的高额成本 普遍不重视对天然气的开发 面对石油资源少的现实 卡塔尔将目光投向了液化天然气项目 这被外界普遍视为是一场豪赌 当时 哈利法本想任命长子担任王储 但因长子不得沙特欢心 哈利法最终改任四子哈马德为王储 哈马德不想沦为沙特的附庸 只得一边承认沙特的地区主导权 一边强化对美关系 多年的耕耘在1991年获得回报 这年初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 美国随即对伊拉克发动了海湾战争 卡塔尔王储哈马德 亲率装甲部队协助美军行动 美国对这份投名状深感满意 在1992年 与卡塔尔签订了国防合作协议 哈马德王储更是与美国政界高层 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 哈马德王储的岳父是哈利法的政敌 当时阿布杜拉认为 哈利法在国家财政有所起色的时候 就将油气资源全部独吞 阿布杜拉认为这不仅自私 而且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哈利法察觉到阿布杜拉不满后 立刻将他关进监狱 并流放了他的家族成员 其中就包括阿布杜拉的女儿莫扎 莫扎被流放后 他的母亲并没有放弃对他的培养 莫扎本人也勤奋刻苦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莫扎15岁时 哈利法允许他和他的族人回到卡塔尔 莫扎抓住时机 考上了卡塔尔大学的社会学系 此时的莫扎不仅成绩优异 而且样貌非凡 他很快就吸引了全校男生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哈马德 哈马德比莫扎大九岁 然而此时的哈马德已经结婚生子 哈利法一开始并不愿意让莫扎嫁给儿子 但是卡塔尔实行一夫多妻 而且莫扎也不介意成为排位第二的妻子 因此哈马德冲破家族反对 娶了莫扎 1995年 莫扎趁哈利法出访瑞典的时候 怂恿丈夫哈马德发动宫廷政变 冻结了老国王的银行卡 看到哈马德的雷霆手段 沙特再度跳出来质疑其权利的合法性 但在美国的受益下 沙特只得承认了哈马德的地位 政变成功后 莫扎立刻释放了自己的父亲 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让卡塔尔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 考虑到帮助美军攻打伊斯兰国家 会损害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 沙特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 打击阿富汗的目标 卡塔尔瞅准机会 允许美军进驻境内的乌戴德基地 其后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 宣布美军撤出沙特 卡塔尔的乌戴德基地 由此成为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 卡塔尔借助美国在中东的实力 迅速扩张了地区影响力 2006年卡塔尔超过印尼 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为了扩大影响力 卡塔尔还创建了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之后 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阿拉伯媒体 得益于天然气出口的迅猛增长 卡塔尔在2003年至2011年间 实现了年均11%的经济增长 这为其外交策略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沙特却认为卡塔尔抢了自己风头 2013年哈马德将王卫缠让给自己的儿子 塔米姆塔西姆延续其父的政策 继续扩大卡塔尔的影响力 面对多多逼人的沙特 卡塔尔致力强化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仅2014年卡塔尔就一口气 购入110亿美元的美式装备 卡塔尔之后与以色列伊朗 黎巴嫩等国建立起广泛的外交关系 这种不断扩大地区影响的举动 让沙特等国十分不满 2017年6月 沙特连同阿联酋 埃及等国 以破坏地区安全为由于卡塔尔断交 沙特甚至封锁了与卡塔尔的陆路通道 卡塔尔日常食物供应大受影响 卡塔尔之后向沙特等国示弱 其后卡塔尔通过外交渠道 获得使用伊朗领空和水域的过境权 随后塔西姆宣布对包括欧盟等80个政治实体提供免签 以此来降低对海湾国家的经贸依赖 截至2022年 通过能源结构调整 卡塔尔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 这与清一色的波斯湾产油国相比 让卡塔尔占尽了能源市场优势 2022年 卡塔尔举办了世界杯 卡塔尔希望以此实现经济多元化的目的 1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